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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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那個時候 就跟我們分佈在世界各地的 高級管理層員 就通過視頻的方式開會 應對新冠肺炎 第一件事我們做的 幫助中國 因為那個時候你口罩也缺 還有醫療是被防護服務 所以我們動員員工捐款 一下子我們就抽到了 很快就抽到了十幾萬美元 都是員工從自己私人的錢 才配上我們要投行自己的錢 100萬美元 就國際機構有這麼一個責任 因為我們剛剛開業 1000億的資本金 我們到2019年的時候 我們才用了120多億 所以從我們銀行的資金來說 我們有綽綽有餘的能力 來幫助這些國家 我們現在提供的 也是這些國家所繼續的 對他們來講 保持經濟的能夠持續的增長 或者不要太多的下行 然後使他們能夠有足夠的資金 來維持社會的一些保障 我本人將會一如既往地繼續努力 對自己嚴格要求 我是堅信一點 不管前進道路上有多少困難 只要我嚴格要求自己 按照規矩辦高標準嚴要求 這個銀行一定會越辦越好 在這裏面上有些事 在這裏面上有多一點 就不會讓他們重新的資金 在這裏面上有幾個月 但就要再給予一下 我們現在是一個請教